高雄知名地標85大樓 君宏酒店金船歇業 當時高雄市長韓國瑜才說 酒店只是金銀權的轉移 但是今天董事長張慶輝 就帶著律師來開記者會 他表示這君宏 是因為幸福人壽案的影響 莫名的被法拍 為了讓員工資遣費 可以列入優先債權 不得不歇業 君宏國際酒店 今天不是金銀權轉移 今天是被拍賣掉了 開記者會向高雄市長韓國瑜喊話 高雄君宏酒店上週金船歇業 並資遣員工 董事長和員工在律師陪同下出面 並控訴遭到司法不公平對待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 你這麼急嗎 急得今天要把錢分出去嗎 委任律師質疑民事執行處在急什麼 原來當時君宏酒店 因為幸福人壽案 跟董事長鄧文聰 在無問題受到牽連 也導致主要營業資產 被高雄地院民事執行處過戶拍賣 但君宏營運團隊認為 拍賣毫無依據 君宏酒店鄧文聰並沒有股份 但是受到幸福人壽的調查 所以我們被禁止處分 銀行跟我們停止了關係 由於君宏酒店仍在參與幸福人壽 行事案件程序 依法得要確定保留追徵數額 也因此被列為禁止處分標的 而在6月28號 民事執行處發文給該案法官表達意見 但7月3號法官才看到公文 每等10天意見表達時間期滿 民事執行處就急著進行拍賣的價款分配 為了讓員工們可以依照勞動基準法 第28條的規定 參與分配款的執行 參與執行款的分配 所以董事會含淚的宣布歇業 就擔心價款一分配 500多位員工權益將受損 飯店團隊決定辦歇業 並且依勞機法 將資遣費列為優先債權 只是這座全台最高的 五星級觀光飯店 年營收高達10億元 如今卻因為債問題遭法拍變賣 還落得歇業命運 為求保障團隊只能申請行政救濟 保障權益 介取深夜正雲高雄報導